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认的第二位国际著名钢琴家更因其俊朗清秀的外表 俘获了一大方忠实粉丝的心 特别是凭借在最近爆火的某档男子选秀类真人秀上的表现 李云迪吸引了不少的关注度 因此有不少网友表示 这档节目太惨了 据某知情人爆料 在今年上半年李云迪就因嫖娼被依法拘留过 只是当时没有被爆出 所以没有在舆论上掀起什么锅浪 有记者就李云迪嫖娼被拘事件采访李云迪 昔日的恩师但昭义 但被其怒挂电话 想必对于自己的爱徒做了这样的事情 不仅给社会造成了不良的风气 更断送了自己大好的前途 身为老师也是十分痛心疾首 此外女星英彩儿也在网上关注了此次事件 素来以性格直爽闻名的英彩儿 甚至用自己的社交账号为有关报道点赞 联想起英彩儿老公陈小春与李云迪在节目中互为队友 不禁让人觉得事实无常 颇为滑稽 对于李云迪的嫖娼事实 网友们对其违法行为进行了强烈谴责 更是因此出现了不少有趣的调侃 虽然是谴责李云迪的违法行为 但也给许多网友带去了欢乐 先是有网友编出各种段子调侃李云迪嫖娼被拘事件 还有人翻出李云迪昔日在网上的迷惑发言 让这一事件莫名添上了几分喜感 但大众对于李云迪的违法行为虽然进行了幽默调侃 但都明确表达了对此事的鄙夷 作为公众人物 李云迪享受了台前的鲜花和掌声 却没有承担起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不仅伤害了粉丝的心 更给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 可谓是金玉其外败续其中 结合这段时间以来 娱乐圈一批劣迹艺人被整顿 相信在社会的监督下 娱乐圈的风气将会更加明镜正气 更希望娱乐圈的艺人们能以此为戒 洁身自好 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向公众们传播积极正能量 点赞了吗 关注了吗 谢谢